东京在昨天晚间是传出了罕见的枪响 一名50多岁男子遭到枪击倒地身亡 两名嫌犯逃逸 警方朝向黑道帮派事件侦办 就在前一天 长野县才发生了议长之子 杀害四个人 包含两名警察 他透露是因为不满被说坏话才想杀人 而他的父亲不到24小时已经辞职 一名男子倒在地上动也不动 远景抵达现场对他展开急救 以免拉起封锁线 日本东京街头在26号晚间8点传出枪响 多起报案民众指出 在JR品田站附近听到约10声的枪响 像是边走边开枪 一名男子被击中血流不止 警方初步调查 受害者是一名物失多岁的男性 胸腹部多处重担 到院时心肺停止 随后确认死亡 开枪的是一名身穿西装的30多岁男性 共两名凶鞋驾车逃逸 警方目前朝向黑道事件侦办 由于案发地点靠近JR挺田站 属于闹区餐厅林立 人来人往 听到枪响人群四处逃散 相当恐慌 前一天日本才发生 长野县中野市议长之死 青木阵线持刀焊枪杀害四个人 包括两名警察 他声称一位遭到女性邻居言语攻击 心声不满才会砍人 青木阵线的方案工具 是合法取得的枪支 他的父亲在杀人案发生后 不到24个人